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來看一下 現在中美的科技戰 比亞迪仰望U8的豪華版 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這個百公里加速只要3.6秒 第一波量產車已經下線了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 因為它還有它特別的 兩大核心獨家技術 我們直接來看看 它這個獨家核心技術 一個叫做益四方 一個叫做雲簾技術 益四方它是有四輪獨立扭力向量控制 也就是說可以原地掉頭 緊急浮水 還有暴胎之後的穩定行駛功能 所以人家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黑科技 這樣子的科技 讓大家覺得很驚豔 竟然可以原地掉頭 很多不太會停車的人 可能滿喜歡這個功能的 另外還有這個雲簾功能 它是說智慧液壓車身的控制系統 所以這個技術也是大陸 首個量產的四電機驅動技術 能夠披靠著這個四電機獨立向量控制技術 來對於四輪的動態實現精準的掌控 然後也讓這個汽車提供更有可靠的保障 所以連加州的州長來到中國大陸參訪的時候 不是也很驚豔嗎 說自己想要買兩台仰望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原地掉頭的黑科技 真的是一個跨越性的技術 另外我們看看中美晶片的戰爭 現在中國大陸的記憶體龍頭 長江存儲 竟然告美光啊 過去我們都聽到是美國告中國大陸 現在情勢逆轉了嗎 現在變成中國大陸去告美光 侵犯了八項這個3D 這個3D的一些專利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日經也提到了 華為Mate 60 Pro 拆解顯示出來錄製的零件比率 提升現在是47% 提升了大概18個百分點 比起Mate 40 Pro更加提升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越來越可以自給自足了 還有電動車 現在華為時刻已經到了 因為我們看到 他們很喜歡中國大陸用內卷這個詞 內卷就代表說這個市場本身自己競爭 自己業界之內越來越競爭 大家越想要提供好的技術 然後可能更優惠的價格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華為跟奇瑞的汽車 首款轎車9號開賣 那賣之前也引起了市場的熱議 他們就講說 這是代表汽車界的華為時刻已經到來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習拜會的前夕 現在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就講說雙方都渴望能夠穩定關係 能夠現在全世界也在注視著 兩國是否能夠負責任的管理雙方關係 但是他後面還落一句狠話 他說晶片跟AI攸關國安的議題 美國沒有協商空間 話說得很死 但真是如此嗎 另外我們看中國大陸的官媒提到了 美國對華的晶片管控會損害兩國的利益 加速中國的高科技進程 你越打壓中國加速的時間 越加的縮短 然後讓自己更快的進步 所以他說這不應該是一個貓鼠遊戲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晶片出口管制 現在其實是損害也是損害到自己 也會傷到自己 中國大陸當然就自力自強 這讓他的自主創新的進程更加的加速 馬斯克也提到了 他說其實他的觀察 就是他在科技業界或是在汽車產業界 他講到他有觀察中國大陸的工人 跟其他地方 比方說像是美國這邊的工人 的確中國大陸的工人就是這個聰明又勤奮 我們來聽聽 那麼… the sheer number of really smart hardworking people in China is incredible there are… if you say like how many smart hardworking people are there in China there's far more of them there than there are here I think in my opinion they've got a lot of energy 所以 中国的建筑在最近的年代 比美国的建筑更有印象 比美国的建筑 车站、建筑、高速车 比美国的建筑更有印象 比美国的建筑更有印象 对 所以其实他很明显的感受 中国大陆为什么科技这么的强 可能也是来自于他们这边的人 更加的勤奋 然后更加的聪明 另外我们看美国现在希望能够 让两国的军事更加的破冰 这是白宫的国安顾问 安全顾问 苏利文提到 拜登总统决心看到军方 跟军方的关系重新建立 因为他说这符合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些沟通的管道 才不会出错误判或是误传 在这个习拜会前夕 其实美国的参联会主席 也致函刘正丽 他说希望能够重启军事上面的沟通 那还有我们看这15号 因为大家也在聚焦 习拜会的登场 像德国的媒体讲说 中方其实也有所求 他说希望能够 就是挽救自己的经济 跟西方的贸易 所以美方则是希望防止中美的竞争 变成了一场战争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U8 翼四方这个功能真的 以前真的没见过 因为一般你驾驶技术核 你也许可以让车子在原地打转 可是那个死量你没有办法控制 他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说 我转30度 转60度 转90度 所以你如果在很狭窄的空间 我们倒不要说什么 他90度这样停车 方便宅宣停车 不是这种功能 是更常见的是 你在很狭窄的路面要汇车 那你就可以用 很微小的角度调整 让你可以汇过去 这个比较常见 另外还有掉到水里面 你的车子会转不动 它有办法让你调整角度 然后可以投身之类的 所以怪不得纽森很有兴趣 这个真的以前没有见过 所以这个是一种技术的突破 不过比亚迪事实上 他去年的销量 就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他去年大概卖了 我看到统计是186万辆 特斯拉大概只有137万辆 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特斯拉的型号太少 它的变动性很少 所以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 也是给美国刺激 就是说你创新太少了 这个好久还比iPhone 15 因为中国的手机也非常多元 你就会看到iPhone 实在太懒惰了这样 就是创新太少 比亚迪这个趋势可能还在扩大 因为他的车总会越来越多 搞不好他还会进入并购期 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系列出现 所以这也难怪 为什么马斯克会开始抱怨国内 因为美国那个UAW汽车联合工会 要求拜登要让特斯拉要组工会 这个造成特斯拉股价大跌 因为美国的工会 力量是很大的 你刚才看到最近薪资谈判 他不是要求他说要比照高管 要增加40% 因为特斯拉是没有工会的 所以现在显然他是遭到了挑战 可是他如果要在美国扩厂 你不让主工会这个可能性很低 好 文杰老师 华为这一款新车 是他跟另外一个车厂 就是奇瑞汽车一起合作 他这个前一款车就是问界 那是与另外一个车厂 为什么他会跟不同的汽车厂合作 就是说华为事实上 这个硬件的部分 他都有合作的车厂来负责 可是整个电动车的 这个车子软件部分就是华为 他主要要行销的 因为他华为在这个智能汽车里面 他有两个是他要希望能够推广 一个叫智能座舱 一个是自动驾驶 智能驾驶 这两个系统 华为希望有更多的载胎 能够把他这个两个系统带起来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瑞奇的这个叫智界 他前一生跟这个 赛利斯合作的那一款 叫问界 所以你以后看到什么界的 那个界不是我这个界 上面还有一个田 这个世界的界 前面如果是智 现在问都是华为合作的车 那这一款这个智界 S这一台智界 智界这一台熟的 它是纯电动 问界S5 S7 它基本上还是油电混合的 所以这一款是纯电动 我觉得它很让我 就是说看起来对它慢感情 它的直接充满电的 这个它的续航力是800公里 这个现在你在买到车 能够500公里是不错的 可是它有800公里 可见它在这个性能上 是相当相当的这个 有超前的 那这款车现在马上要推出来 当然不晓得它销售情况怎么样 可是华为跟赛利斯合作的 这个问界的两款 在推出以后 这个M5 问界M5 累积交付量12万台 那最新的那个 这个MC的 它也是问界M7 出来已经怎么样 这个销售到已经8.6万台 然后最新的问界M9 预购量已经2万5 所以这个得以说 华为的相关的车辆 汽车系统 在中国大陆受到极大的欢迎 最后它会推动一种 如果它的销售量大的话 它会把这个智能座舱 跟这些自动驾驶的系统 它很可能会 可以推广到其他的 不同的车系里面 就变成华为的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一统天下的这种局面 这可能是它的最大的目的 来 请教赖老师 我们都知道 汽车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 最主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你看不管是美国 或是德国 法国 或是后来的日本 再后来的韩国 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来自于他们的汽车工业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 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 能够一惊突袭 我倒觉得 他们最主要是来自于 他们的概念是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创新是在过去 汽车工业界里面的设计者 或者引领者 他们所想不到的 过去我们对汽车工业 或是对汽车的功能 都是把我们人或是货物 从A点移送到B点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对汽车工业的概念 就不止这些了 他们也要把这个娱乐放到里面来 把休闲生活放到里面 把工作间放到里面 甚至把他跟家庭 跟任何地方的 用互联网的方式把它整个串联 我觉得当他把这些都串联起来了以后 我们看到 他的革命性的变化就出现了 所以为什么欧美的国家 包括特斯拉 他们跟不上 特斯拉越来越觉得他跟不上 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大陆本身的内卷 也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 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 这么的激烈的情形下 他们出现了你所谓的内卷 而因此他们这种相互竞争 使他们的竞争力一直在往上爬升 当他在国内的竞争成为龙头的时候 他就是国际间的龙头 甚至你在国内第二名 都在国际间都可以打败 绝大部分的汽车工业 那你想这些其他国家的汽车工业 如何跟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来竞争 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长期的一直往返于 美国跟中国大陆 他对大陆本身的发展 尤其他的本身的主要的基地 是在上海 他对中国大陆的工程师 设计师 工人 这些劳动者 他们本身他的了解 比美国的几乎大部分的企业家 都更深入的了解 由于他更深入的了解 他就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的 这些劳动者 他们本身的勤奋 聪明 努力 认真 专注 美国的汽车工人跟不上 美国汽车工人跟不上 美国汽车工人的待遇却那么好 然后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人的待遇 却跟美国差那么多的情形下 你认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汽车工业 要打败美国 那简直是太简单的事了 因为他的成本一下那很低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看到美国